嘿 大家好 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个绝对 让你蹬大眼的超级食材 杨将 他不仅能帮助控制血糖 而且种植起来根本不费事 简直是懒人福音 他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了当红的血糖控制大王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功效种植方法和吃法吧 首先杨将是血糖控制的超级英雄 他含有一种叫做一流情酸饼脂的成分 这货可以降低血糖水平 对于咱们这些要控制血糖 在人来说简直是福音 研究显示杨将里面的活性 成分能够增加胰岛素敏感性 让我们的身体更好地利用葡萄糖 从而让血糖保持稳定 不止如此 杨将还有抗炎作用 它富含抗氧化剂 可以减轻我们身体的炎症反应 缓解关节炎长到炎症等问题 而且它还能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 提高我们对抗病菌和病毒的能力真是太厉害了 别忘了杨将对于促进消化也是个天才 它可以增加胃液分泌 解决我们的食欲不振 胃胀气等消化问题 而且它还有杀菌作用 可以预防肠胃感染 让我们的肚子舒服得不得了 说了这么多好处 那么我们怎么种植杨将呢 其实很简单 首先找一个肥沃湿润排水量好的土壤 把杨将根精埋进去 记得根精稍微埋在土壤表面 把根精之间留个10到15厘米的距离 这样它们就有足够的空间自由生长了 杨将对阳光要求很高 所以找个充足的阳光位置种植它 然后记得保持土壤湿润不过 别过度浇水 免得根精烂掉 好消息是种植杨将几乎不 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 只要保持土壤湿润 定期除草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不需要频繁浇水施肥或者农药 省时省力真是懒人的福音啊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杨将的吃法吧 杨将可以用在各种各样的菜肴中 让你的味蕾大呼过瘾 首先你可以把杨将切成薄片 下入汤炒菜或者凉拌菜中 它的辛辣味道能为你的菜肴增添独特的风味 想要更多姜的味道 没问题 你可以榨出杨将汁用来腌制肉类或海鲜 它的鲜味和微辣口感会让你的料理更上一层楼 还有一个小技巧 你可以将杨将切成细丝或薄片 放入盐和醋中腌制一段时间 这样就可以做出美味的腌浆了 腌浆可以搭配寿司烤肉或者其他菜肴 带给你不一样的口感享受 当然如果你喜欢喝茶 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姜茶 把杨将切成薄片加入开水中煮沸 然后加入蜂蜜和柠檬汁调味 酸甜可口的姜茶可以帮助你消化和提高免疫力 所以杨将不仅有着惊人的功效 种植起来还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 不管你是为了血糖控制 还是为了更多的美味体验 杨将都是你的不二之选 快快行动起来体验这个血糖控制大王吧 记得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杨将故事 我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点赞收藏